小火龍棒球隊 這就是棒球 世界的巨人走起來沒有聲音 但走得很快 除了跌倒的時候 火龍家的動具 微微搖晃了一下 怎麼了 火龍慢慢拿起搖口器 把電視機聲聲音 挖小聲一點 外面是什麼聲音 一定是聲 世界巨人又跌倒了 小火龍抬頭瞧瞧 時鐘秒針動也不動 果然外頭森林邊草原上 石頭尖巨人 坐在地上 握握著膝蓋 東看看 西看看 又趕緊爬了起來 紅色的臉走進森林裡 秒針又輕快地跑了起來 孩子啊 你看 實際走得多快呀 火龍慢慢看著窗外 又繼續盯著購物塔 可拉 可拉 小火龍沒說話 玩著要 專心剪指甲 那首歌是怎麼唱的 我的時間小島一去不回來 是我的青春啦 媽 小火龍 小火龍說 對對對 算起來你被退學之後啊 回到家裡已經一個多月了 可拉 可拉 小火龍沒說話 你爸給你找的學校都沒有你喜歡讀的嗎 媽媽眯著眼睛說 小火龍喵了喵 桌上的一點招生緊張 沒說話 整天在家裡有手好險也不是辦法 媽媽又說 可拉 可拉 就滿電動 有玩具 以後要怎麼辦哦 媽媽又說 好啦 我會找一種學校俱略就是 小火龍有氣無力地說 真的嗎 媽媽睁大了眼睛 從山發山跳起來 真的啦 你說的是真的嗎 我怎麼可能是騙你 這只是最後十組限量特價了嗎 媽媽啊 衝到了電視前面 對著高台頻道主大喊著 你說的是真的嗎 我媽媽飛也似的拿起電話 快送給我一組特價 的好迷糕電動跑步機來 媽媽對著電話 快送給我 對對對 我是火龍媽媽 卡拉卡拉 小火龍繼續解的直氣啊 哈哈 差點就錯過了 火龍媽媽帶著笑聲 卡拉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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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說到卡拉里 對了 那首歌是怎麼唱的 我的機會 小小小一句 不回來 嘿嘿 是我的青春媽媽 對不對 你回來已經一個多月了 如果不想讀書 也要找點興趣的事情 要做啦 小火龍剪好指甲 穿上球鞋 力氣棒球帽 看他可愛的媽媽 笑著說 我的興趣是把棒球 棒球是什麼東西 黑森林的大草原上 小火龍和玩伴們 張戴著眼睛 圍著小火龍的身旁 諾 這就是棒球 小火龍出了那顆 出了一顆圓滾六 滾的玩意兒 這是這麼小一顆 小豹龍 小豹龍問 怎麼吃的飽牙 這不是吃的 小火龍那隻細子說 這是一種很有趣的運動 運動 小豹龍壓嘴龍 迅猛龍還有九頭龍妹妹 全部都歪著頭 你們都有追著提甲騎士跑的經驗吧 小火龍說 而且點點頭 跑完之後 是不是覺得流了很多汗 全身都很舒服 那就是 大家都點點頭 那就是一種運動 原來如此 大家都笑了 不過打棒球被追起 其實還要難喔 小火龍拿了一根木棒 遞給小豹龍 首先第一步 你要先打到球才行 小火龍在他草原上的中間的小土球 投出了第一球 咻 小豹龍歪落空 跌倒在地上 哇哈哈 小火龍比出順利的手勢 大笑著 很難吧 這就是棒球 這就是棒球 我以前可是火龍學員棒球隊的明星球員喔 我在這裡 勸告你們 絕對不要想看棒球 大家都用很配 很敬佩的眼神看著他 小豹龍啊 灰頭土臉的從地上爬了起來 真的很難耶 真的很難耶 他笑著 跑去把球撿回來 拜託你叫我們拿棒球可以嗎 不吐不吐不吐 不吐不吐 小火龍 皺著眉頭 挑綠著 好像狠狠的樣子 這個小豹龍雖然力氣大 但頭腦簡單 早上學的東西 常常常到晚上都忘了 好吧 那你們要好好學才行 小火龍插著腰說 爹都歡呼了起來 我叫小火龍啊 又叫又跳 好好 別高興的太早 小火龍也笑著說 你們要知道 打棒球要打得好 只有一個秘訣就是要苦練 來 從小豹龍開始 我投球給你打 我相信 練習的第100球的時候 你就打得到球了 是 隊長 小豹龍向小火龍距離 然後 走進了打擊區 開好喔 我的球速很快的 小豹龍啊 小火龍抬起腳 咻 逃出了第一季 快速持球 小豹龍用力揮 開 球啊 喬著 未來的 天空飛了出去 教授打得到嗎 小豹龍舉個球位 嗯 勉強吧 小火龍 又瞇著眼睛看著地皮蟹 球飛的地皮蟹 鏡頭消失了 隊長我們繼續練 繼續吧 還有99顆球 也練習呢 小豹龍呢 向小火龍距離 走進了打擊區 不急就累到這裡吧 小火龍 我瞇著眼睛看著地皮蟹說 又這是一顆球 黃家騎士臭襪隊 遙遠地地皮蟹的另一旁 爆炭 炮炮 好彈籃襲 好彈籃襲 城堡上方 瞭望著 台上的衛兵 尖叫著 用一望遠鏡呢 盯著一顆黑黑黑色的圓球 朝著自己的兒童飛過來 咚 圓球反彈進城堡裡 滾到黃家棒球 運動場中間 帶著大墨鏡的黃家棒球教練 彎起腰來 把球撿起來 這不是炮彈 他推了推眼睛說 這是一顆棒球 好好的棒球 球員們飛鋒圓過來看 以我來看 這是火龍專用的棒球 火龍 大家都睜大了眼睛 沒錯 在遙遠的地皮蟹旁 住著一群邪惡的怪獸 有火龍 九頭龍 爆龍 真可怕 迅猛龍 鴨子龍 跳跳龍 太可怕了 洛克龍 神奇龍 寶貝龍 神奇龍 太可怕了 難怪你們會怕 黃家教練看著天空 說 因為他們的球技 是很 真的很可怕的 傳說 在一百年前 白山的白雲 悠悠飄過 一百年前 人類和火龍展開了一場大戰 人類和火龍展開了一場大戰 只顧人類 人類只以一比零顯成 要棒球就對決鬥 沒錯 在那次大戰以後 火龍們氣得發誓 在一百年內 在一百年內 不打棒球 天上的蒲公英 悠悠飄火 這次一百年當中 人類享受著幸福 快樂的生活 現在一百年已經過了 天上的黑烏鴉 呱呱肥果 張烈沾下墨鏡 看著手中的火龍專用球 張烈你是說可怕的火龍棒球隊 又要捲土重來了 大家發誓的說 沒錯 平常常常常常常的 皇家棒球場 既然安靜無聲 你們這把好好練球 我們人類一百年的光榮 就要被火龍徹底消滅了 教練看起說 大家都靜靜的 把手上的漫畫書合了起來 教練我們現在要好好練球 就是了嗎 來不及了 敌人已經來挑戰了 教練手指在城牆上 小火龍趴在城牆上 派出頭來 對不起 我不是有一偷偷聽你們的話 小火龍說 你們也沒看到一顆棒球 丟到這裡 城堡裡警報聲 跟號角聲 金叫聲響成一片 人風火才點燃了起來 火龍來襲 喂 我只在逃回我的球而已 小火龍說 您說 要來替火龍族逃回公道嗎 還在教練 一手拿著球 一手指著小火龍喊著 好吧 我接受你的挑戰 你耳朵是有問題嗎 小火龍外出頭說 把球還給我 沒禮貌 我乃是皇家聖地騎馬士團大聯盟臭外隊 總教練 不管你是什麼怪獸 惹我捨起的笑角就是這樣 教練把球放在地下 看 喂 那是我的球耶 小火龍覺得 一陣怒火 湧上心頭 還我 才不要 教練扮鬼臉 一槍火焰 把本蕾和總教練的鬍子都燒焦了 還我 來去哪去 誰稀罕 總教練把球都丟出城牆外 明天覺悟 把火龍族的棒球高手都帶來的草地上來 我們來打一場決勝負 一言為定 小火龍讓尾巴輕輕一甩 喜樂哗啦 城牆全垮了 他快晒生的時候 小火龍才低著頭慢慢走回來 走回來草原上 啊我怎麼又這麼衝動 這下可怎麼辦 他擺下手指頭算 把所有的玩伴都摘起來 也不足一支球隊的人數 草原上大家都回家了 提醒小豹龍 也去哪裡啦 小豹龍性高慘烈的說 我去把球請回來了 什麼球就是這顆棒球吧 棒球 小豹龍歪著頭說 這麼小可怎麼吃的吧 小豹龍的頭腦非常簡單 早上學的東西 悄悄悄的晚上就忘了 這不是吃的 小火龍看了一口氣 這是一種很小鬧肌的運動 比賽開始 比賽開始 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 好不好 下回了 還想繼續念嗎 好 那我們要繼續念完囉 然後到第四回就暫停一下 好 晚餐後 溫暖的火龍佳麗 真的嗎 火龍馬拉一邊呼 呼臉一邊大喊著 尤其我們一起打球 你沒有搞錯吧 火龍爸爸在沙方 吃著玉米脆片說 是真的啦 火龍 小火龍說 只是一場友誼賽 就缺兩個人 有你們參加 我們一定會使氣大正的 好啊好啊 可是我從來沒有玩過棒球耶 馬馬興奮的說 棒球很簡單 小火龍看著窗外的月亮說 那小豹龍都會 小豹龍都會 那我一定沒問題 火龍馬馬下去說 運動方面我很拿手 我聯繫時還當過隊長了 哦什麼隊 小火龍說 眼睛一亮 啦啦隊 哦 小火龍轉過頭來 看著窗外 看來這場比賽的兇多吉少 對手是誰啊 媽媽笑咪咪的問 是城堡裡的那些傢伙 你說是騎士 那麼張大眼睛 你怎麼會認識他們 嗯 小火龍紅著你說 打球 但是 人類不是都很看不起我們嗎 媽媽把小火龍抱過來摸摸頭 你還可以跟他們打成片 人員不錯嘛 嘿嘿 這就證明只要我們好好對待別人 人員也會變成朋友 媽媽說 老爸你說的對吧 沙發上裡傳來打呼聲 你老爸最低不想要再忙什麼 那才這樣 我媽媽禮願地說 不管怎麼樣什麼時候比賽 明天中午 小火龍又開始說 傳完 你希望明天的太陽不要出來 明天 小火龍想大的眼睛 媽媽張他的眼睛 不會吧 第二天 國王下到 陽光明媚的草原上 響起了高岩的號角聲 一 噗噗噗噗噗噗噗 一群熊叫叫氣洋洋對騎士 護送這國王進場 讓他走到北壘後方的轉波席上 騎士們走向右邊的球員休息區 脫下的款下秀出了皇家騎士 臭外隊的帥氣制服 哇 左邊的休息區裡 火龍媽媽覺得人家說 還沒有制服也長知道我也應該自己縫一件 媽 只有你自己一個人穿就不在制服了 小火龍像他的 對 元昭所說 大家集合 隊長好 大家向著小火龍敬禮 大家聽好 小火龍再把棒球呢 簡單說一件 這就叫做棒球 這麼小一顆 小火龍外界說 這不是吃的 你們看到對手啊 逃過來的球就用棒球 努力打出去 然後趕快跑 跑到第三個壘包 沒有被抓出去的話 就回到這裡 小火龍猜猜猜本壘板 就得分了 耶 這些都歡呼了起來 好簡單我們贏定了 小火龍看著天真的隊友們苦笑 號角誰又想了 兩隊教練 兩隊的教練起到中間來 轉播席上 大嘴鳥對著麥克放說 小火龍和黃教騎士隊的大眼 大墨鏡總教練面對面 一隊 穿著 一個 牽 帽子的老人走了過來 今天的裁判工作 由我巫師來擔任 老人說 這是我的片名 發外片名之後 老巫師說 今天的比賽規則 第一 第一 今天比賽 由三局決勝負 第二 今天比賽用的球 採用騎士隊棒球 而場地則是採用火龍專有的球場 也就是說 球場比較大 但是 騎士跑累的時候 可以騎馬 同意嗎 雙方點點頭 好 現在你們可以各自對對方說幾句狠話 小子 遇到我 你算你倒楣 大教練 咬著牙說 你們死定了 說得對 小火龍說 這小子狠話嗎 大墨鏡教練 為著老巫師 老巫師爽爽接 小子 你敢不敢跟我約定 大墨鏡教練 咬咬說 誰出球 誰就一百年內 再也不打棒球 也好 小火龍 又講 撥著地上的沙土 他到底怎麼了 大墨鏡教練問老巫師 老巫師爽爽接 那麼 比賽就開始吧 老巫師拿起魔杖 天空灑下了煙火和彩蛋 第一局開始 大墨鏡宣布 騎士隊先攻 騎士隊第一棒 走進大吉區 面對火龍隊的投手 小火龍 二龍 咬死吧 騎士第一隊棒 大喊 咻咻咻咻 聯盟三顆快速直球 就把第一棒三針出去 哇 好快的球 第二位的打擊 上場了 呼呼呼 第二棒 連續三次揮落成功 又是三針 小火龍就是太強了 大嘴尼尿喊 第三棒出場 咔 打了一隻大高飛球 小火龍七七飛了出來 把他接殺 漂亮的飛蛇之球 下半場很快就結束了 大吉尼尿喊 國王先生請講評 啊 你剛剛是綁鞋帶 所以沒有看到 好了 謝謝國王精彩的評 講評 現在的話 火龍隊打擊了 第一棒 小火龍 零 火龍 VS 騎士 臭腕 第一局是火龍0 騎士0 目前 仍是0.0的局面 古王表示在把鞋帶 沒看到 小火龍拎起了球棒 走進打擊 心燃氣了 一絲絲望 嗯 只要我能夠不讓他們 打擊 安打 然後我自己 打出拳雷帶的話 就算是這個 閃隊 不會接 不會投 不會打 只靠我們一個人 我們也會贏 來吧 看我的 呼呼呼 好手 連續三集 漫長的變化球 小火龍 連續三次 揮棒落空 山雷出去 大隻鳥啊 喊的嗓子都快不忘了 青春的小鳥 青春的小鳥 這是我們下集再念的 好嗎 剩下一點點 不然我把它念完好了 看美麗的大草原上 臨時呢 搭建出來的棒球場四周 越來越熱鬧了 從各地趕來的觀眾啊 圍繞在本壘板兩邊 臭襪隊加油 火龍隊 噴火 打倒惡龍 把畫子 您去洗一洗吧 各式各樣的加油聲都有 旁邊的氣氛板上啊 還是寫著 零比零 零比零 小火龍啊 背三隻女后 第二棒 炫夢龍 第三棒 九頭龍小妹 也都 打不到球 對 第一局結束 攻守交換 到這邊交換 他們都要去吃花生 還有那個爆米花 好 休息一下 然後就唱那個 對 然後就唱那個 天命 一天的爆 天 OK 好 傷腦筋能力的球啊 對我們來說 太小了 根本看不清楚 小火龍一邊 抱怨一邊 走上 投手球 有一賽而已嘛 當然一雷手的火龍媽媽 走上前 幫她梳頭髮 輕鬆點啊 寶貝 媽 球場上啊 別這樣啊 啊 小火龍啊 把頭髮拨軟 再連頭三顆呢 快速直球 把騎士隊呢 第四棒 進入打者 三陣 球場邊呢 大嘴鳥伯 抱圓 訪問到了騎士隊的大墨鏡教練 教練啊 你們打擊完全被封鎖了耶 沒關係 大墨鏡 教練啊 笑著說 這樣他用盡全力投球 很快就會累了 啊 第五棒也被三陣了 沒關係 他很快就會累了 啊 第六棒也被三陣了 沒關係 但是他很快就會累了 大墨鏡教練插著汗說 可是比賽也很快就要結束了耶 大嘴鳥要說 等等等等 好 我們謝謝教練 精彩的獎品 那這邊這邊這邊 這邊這邊 OK 這邊 OK 這邊 打拉隊 打拉隊說什麼 臭襪 臭襪 臭臭 騎士軍 夠夠 呵呵呵 接著呢 第二局下敗 輪到了火龍隊打擊咯 壓嘴龍嘴巴太長了 所以呢被促身球打到上一壘 下一棒啊 跳跳龍 擊出了內野彈跳球 造成雙殺 下一棒啊 洛克龍打出了本壘上方高黑球 接殺出局 嗯 不錯呢 其忙我們打得到球 小火龍安慰著大家 走上了投手球 緊張緊張緊張 刺激刺激刺激 大嘴鳥又大喊 比賽進入最後一局 形成了投手戰 還是0比0 誰能比得分呢 現在呢輪到了 騎士隊進攻了 啊 大家看他拿的是 無法球棒 果然 騎士隊的第七棒 手上的球棒發出了 七彩的神奇光芒 我們來問一下主人的裁判 那現在要走到本壘後 後方呢 這樣不算犯規嗎 放球規則並沒有說不能使用魔法唷 嗯 巫師先生一邊發明片 他的名片 他魔法 沒有我跟你說 便利商店的 魔法便利商店 對 電掌 幹 你說 電掌呢 幹刀 枯 巫師 然後這邊 嗯 熱銷 產品 一 百發百周球棒 二 閃閃逗人球棒 三 千交百媚的面罩 面罩 好的 武士先生一邊發明片一邊說 這叫 八百周魔力棒 在我個地的魔法 便利商店都有賣唷 卡 魔力棒果然厲害 一般就擊出了強勁有力的貧飛球 尤其是小暴龍張開了大嘴 就剛好飛進他的嘴裡 啊 被吃掉了 大嘴尿尖叫了 解殺出局 這麼小一顆怎麼吃得飽啊 小暴龍抱怨了 哈哈 是吃的嗎 起飞 卡 下一班又打擊出去 此次又高又遠 是群內咋嗎 大嘴尿喊 啊 空中出現了一頭飛龍耶 是火龍爸爸 二雷手 火龍爸爸飛到我高空 把這一球拿起搭了手套 親愛的啊你太慢了 火龍媽媽朝天上大喊著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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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哈哈哈哈 你現在知道我最近都在忙什麼了吧 火龍爸爸在空中啊拍著翅膀 為了像兒子一樣帥氣的飛行呢 我偷偷苦練了好久呢 拜託你們不要這樣 小龍笑著 還有最後一個打者呢 觀眾也笑了 好了 大墨鏡教練 把頭蛾埋進了毛巾裡 骑士对最后一位打着 拿着魔力棒 用力一会 卡 就穿越了内野防区 他就是要故意引他进去里面 哦 这样吗 那他就输了 他就输了吗 好 那看看吧 就穿越了内野防区 防区呢 然后滚到了森林里去 大吉的骑士跳上了一笔区吗 往一雷飞奔 快快快 一雷在这里 火龙妈妈兴奋地说 太好了你们终于上来了 快往二雷跑吧 好 谢谢 骑士回首了 请问二雷在哪里啊 这球场实在太大了 那你沿着这条白色的线 直直走 直直走 那好了 就到了森林里 就走到到咯 骑士骑的马 跑进了森林里 就只看到一栋木屋 小 哦 有人在吗 骑士推开门 请问二雷在这里吗 木屋里的大床啊 躺着一位老人 我可是 我是个可怜老婆婆 生病了 森林里发出这样的声音 我看看有没有发伤 骑士摸着老人的额头 你皮肤怎么那么粗糙啊 因为我是火龙呀 火龙包包掀开了森被 然后他就 球将骑士 猝杀出去 好笑哦 然后他身体传出骑士的惨叫声 哇 为什么很好笑 因为他要 因为他本来跑到那个二雷嘛 对不对 但是啊 他没有找到二雷 但是如果你把球呢 那个碰到人家的身体 碰一下 那就表示他就要被出局了 对 所以火龙巴巴呢 就把他 那个 猝身球 把他 那个 出局 这样不算犯规刀 到今天我问猜潘 帮球规则并没有规定饿了说 不能搅拌成老婆婆压 小豹无视看着 转播话 没错 那么三人出局 现在看到火龙队的最后进攻 小火龙把球放到 交给了小豹龙 记住啊 小豹龙不是吃的 小豹龙拍拍他的头 绝对不能吃哦 不能吃哦 嗯 那是做什么用的啊 小豹龙下次走进大地区 小豹龙抬头呢 看看蓝色的天空 帮球是一种 尽力就不后悔的运动 小豹龙说 就跟青春一样 嗯 尽力就对了 好 骑士队啊 投手 帽足的群体投出 小豹龙用力一会 卡 啾 就像青春的小鸟一样 啾呢 朝着微蓝的天空 飞了出去了 嗯 月光下的环呼 嗯 真是对死我了 月光下温暖的火龙家 没有我要说这个笑话 月光下温暖的火龙家 火龙慢慢叹气的说 我的脚好算那个三天不能走路了 时间一跑这么快 火龙把妈妈捶着背说 打出拳雷打以后 慢慢跑 慢慢跑了也就好可以了 让你们看电视台重播呢 爸爸指着萤幕说 电视上的嘴里直接叫着 小豹龙极处 一颗 借外高飞的球 刚好掉在路上的时间区的头上 球反弹进 球嘴 骑士队一垒手套里 小豹龙出局 可是 巨人昏倒了 巨人昏倒了好笑 没有 我哥也说这只是一根 然后这边呢 好 慢慢跑累了嘛 他不是说那个 他脚酸吗 对啊 脚酸酸啊 这种画面闪烁了一下 画面呢 恢复这场后 下一盘火龙妈妈拎着 闪耀七彩光芒的球棒 这我先打结许 妈 你这是天才耶 小豹龙指着电视台说 竟然趁时间停止的时候 跑到魔法边的商店去 所以我的脚踩这么酸呀 猫猫叹着气 听着电视从播他 打出拳来打 画面时 观众发出的疯狂的呼唤 唤呼 奇怪的是 为什么只有我们火龙 不受时间停止的影响啊 因为我们的青春 像小鸟一样 停不下来呀 还好赢了 还有我担心老半天 担心什么 只是一场友谊 没有没有 我可以说 他不是说他脚酸吗 对啊 脚酸酸 好好好 小鸟都跑不及跑出来了 好 我看啊 没那么简单 爸爸拿把一封信 递给小火龙 刚刚说到的 这新风里是一张 城墙修复 会备用骨架吧 明天去帮人家 把城墙修好吧 爸爸拍拍小火龙的肩膀 每当我们的火龙族的人员 越来越长 小火龙红着点点头 叮咚 叮咚 点铃响了 谁呀 火龙妈妈又气 无力说 我没力气开门了 火龙妈妈 说我小弟呢 在门外喊 您定的 好苗条 电动跑不及了 要不要先试跑一下呢 好笑 我在地平线的另一边 教练啊 我真的一百年不打棒球了吗 皇家棒球场上 教练和球员们 躺在地上 看着月亮 教练啊 我们以后还要玩什么 教练想了很久 才抬起头 你们看那边来自你的棒球吗 一人过去拿一颗 大家都去拿了一颗棒球 好 试试看 谁能把球啊 投进空篮子里 大家都投了 就只投进一颗 很难吧 教练大笑说 这就是我刚想到的一种新运动 就是把球啊 投进篮里 就可以得到两分 哇 大家都惊喜万分 进球就可以得两分 以后就不怕像今天这样子挂联了 真不愧是教练 最好啊 也可以把球加大一点 把球篮子那挂高一点 教练思考着 嗯 叫什么名字好呢 就取名叫做篮子球 好了 大家把教练抬起来欢呼 颜色的月光 洒在美丽的大地上 眼睛的人类 和快乐的怪兽们啊 继续过着幸福的生活 哈哈 篮子球 变成了篮球了 嗯 好吧 这边有篮球 到底做什么 棒球是为了 要大教大家用的 是为了可以在草地下 是为了可以看球棒 阳光 像一闪样 是为了可以把衣服弄脏 为了闻泥土的香味 享受汗水虫 流过伤口 微微刺痛的感觉 棒球是一个 棒球是为了 冒烟下 全身冠入的表情 是为了充满希望的美举 也是体会伤心与失望 为了要指导敌人和朋友 一起的快乐和悲伤 棒球是为了 要全身上下的细胞 激动一下 一边喝着可乐或啤酒 一边猜测结局 一边享受世界 本来就是有梅桃 那可不必等到 第九局结束才知道 嗯 好 那我们决定到这儿了 OK 好 后面有好多 有多多这些火龙的 好 你生死了 悲伤心与失望 宝贝 旅小吉 旅小吉 谢谢观看